看样子情绪很低 我跟我老婆结婚三个月 准确的说还没有三个月吧 就两个月零二十几天吧 可是我们的婚姻却出现了危机 怎么讲什么危机 我们是确定要在一起我们才会结婚的 但是岳母却一直都很看不起我一样 就在前一段时间岳母把她带走了 还清走了她的衣服 我当时在外地出差 然后我接了通知以后就马上回来了 结果岳母不让我进门 还说什么要我跟她离婚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其他的状况没有 因为我家条件也不是很好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二十六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言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二六六八二一三五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二六六八二一三五 因为岳母一直以来对张扬的偏见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扬的岳母 黄阿姨 黄阿姨你好 妈 是你妈 我不是你妈 张扬我告诉你 今天无的你把谁取过的调节都没有用 我们小线不跟你过了 这个婚我们离定了 妈你说什么呢 我们刚刚结婚你干嘛非要把我们拆散呢 我猜上你们 我你自己啊 新婚丈夫 跑得一个月都看不见 你怎么做老公的 妈 我知道 小倩一个孕妇在家里 没有我的陪伴 是很孤独 是很寂寞 但是我这不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吗 你当时跟我怎么承诺的 你说我女儿嫁过去后 你一定好好对她 其实会让我女儿受一丁点的委屈 你怎么做的 我给她先跑回来了 我怎么做 我自己也每天出去在外面出差 为了赚钱 为了买的房子 我怎么做 我还不为了这个家 为了我们的幸福 我告诉你张扬 你没机会了 你我女儿谁呀 是王宝川哪 为了你在那个破房子里面 守十八年 还给你生儿育女 你想的没你 我告诉你 这孩子我不让我小线生了 我跟你讲 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啊 张母娘一上场 竟然要棒打鸳鸯 多多病人的岳母 不顾女儿身怀又假 只意用小男狗闪铃 仅仅持续三个月的短暂婚姻 即将结束 究竟是因为岳母 既恨女婿张扬 新婚燕儿 却人不着家 委屈了刚刚怀孕的女儿 还是她 原本就对这个穷孙的女婿 存有偏见的 如果岳母如此排斥张扬 那么当初华姨 又为何会同意这门婚事呢 执意阻拦的背后 似乎还有其他隐情 黄阿姨 您先消消气 我看你今天过来 就是要把这个婚 让他们给离了才来的对吗 对 我让她离婚 是为了我女儿的幸福来的 那既然这样 为什么当初要 要同意他们结婚呢 唉 讲起这个事 我是一肚子的空水 我满肚子的气 他们认识才半年的时间呢 我女儿才24岁 大学毕业 工作了不到一年 结果呢 啊 我女儿告诉我 她恋爱了 我可以 恋爱 我由她们去 但是 结婚就不一样了 我坚决反对 但是呢 我女儿绝食 上吊 跟我拼命 我没办法 我答应了 那您到底 为什么 这么不满这个女婿呢 要问她 你怎么做的 小倩告诉我 这一个月当中 你在家不待了几天了 我看不到你的人啊 是这样吗 这么辛苦吗 我确实 长期在外面出差 可是 我是没有办法 我是为了这个房子 为了给她幸福 如果我连个房子都 不能给她 我整天陪她在家里 那她何台幸福 就你这个样 买了房子 也不幸福 我跟你讲 妈 你现在只是看到 我现在的样子 你看到我的努力了吗 看到我的未来了吗 我爱小倩 小倩也爱我 我相信我能给她 美好的未来 我能够给她幸福 什么给啊 啊 张言啊 我什么从头 看到这就没看到 你有能力 给我女儿幸福啊 可怜的我的女儿啊 二十四岁啊 就被你毁在你的手上 我真不知道我女儿 都是哪只眼睛瞎了 看上了你 你看看 要长相没长相 要学识没学识 要钱没钱 要房没房 这不都嫁给你了 唉 你们年轻人啊 爱冲动 这一冲动怎么样 出问题了吧 找不清老人言啊 吃亏在眼前 原来 当初华语 却迫于无奈 才接受了女儿的闪婚事实 而对于 无房无车 无存款的 三无女婿张阳 家庭条件优越的华语 自然相当不满 可是 当张阳开始 为生气而奋斗的时候 却属于照顾 妻子和家庭 岳母要求的 两军妻们 对张阳 实在分身法术 家庭和事业 就好像 鱼和熊掌 难以兼斗 左右为难的张阳 究竟该有何讨好 百般刁难的 越美大人啊 可是阿姨 按照您的要求 他又去努力奋斗 完了 你现在又要求他 在家里多陪陪老婆 其实他也怪 怪难为的 你看他那么诚恳 阿姨就不能够考虑考虑 给他一个机会 我给过他机会了 刚结婚的时候呢 我就跟我们孩子 爸讲过 你呢 先白手起家 很难得 我说呢 先到我们老公的 公司里面上班 我们一点点的 把他扶持起来 他也拒绝了 这个孩子啊 不懂得人情世故啊 妈 你不知道具体情况 就不要乱说好不好 我去你们公司 知道同事在后面 指手坏脚说什么吗 说我吃软饭 那个经理 根本不让我做什么正事 每天让我在那打杂 你就认为我待了下去吗 我还有一点男人的尊严吗 好吧 来来来 张阳 跟我谈谈 你怎么样奋斗吧 你看我这段时间 在外面接了个业务 所以在外面忙死忙活的 就是为了赚钱 您却还说我 不关心小倩 让小倩受委屈了 我真不知道您怎么想 拜托 拜托 你对我女儿的关心 就是把她丢在你 那个七十平方米的 又破又烂的房子里面 让她沉浅 看你那种 那种当姐姐的 后妈的脸色呀 我都不好意思说 我承认 让小倩待在那个房子里 是让她受委屈了 可是我保证过 我今年一日能够赚钱买房子 让她过上幸福生活 什么是幸福 那简直是噩梦 那个破房子 上厕所 排队 洗澡排队 我女儿不吃辣腰 你那个小妈 非得做辣腰 给我女儿吃 这不是虐待是什么 这要幸福和今天 妈 雷一她不是那样的人 她可能跟小倩之间存在一些误会 是吗 还疑啊疑的 你叫我多亲热呀 到现在为止 你还为你那个小妈说话 我女儿等 不受气嘛 妈 我说过 她们之间可能存在一些误会 你怎么 你怎么突然这样啊 我早知道 你那个什么 你那个什么小 小妈 她不是个闪油的动物 年纪轻轻了 什么不能学啊 学的是当人家的后妈去 哎 都不管她的了 她虐待我女儿就不行 我跟你讲 雄村女婿 人穷 致不穷 一口回出了岳母的安排 却激动了好心的妙动家 年轻后妈的出现 更加激化了两人的矛盾 花衣无法容忍那个婚女儿 年龄相仿的亲家 让她更加难以忍受的是 身怀有孕的女儿 居然还遭到这个年轻婆婆的虐待 可是所有的一切从张阳的口中 却变成了另外一番现象 那么事实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是乎阿姨 故与心切 发达其词 还是张阳当局者迷的 这样子 不是我不相信你 我们家小倩呢 对你也没有信心了 今天呢 我也带着我们小倩过来的 来 你自己看 你看看嘛 就是你的那一份 所以阿姨今天拿的这个是 这是什么 离婚协议书 妈 您不是在骗我吗 过得好好的干嘛离婚呢 我骗不骗你 信不信 都有你 我们小倩 绝对不跟你再做下去了 你 也不要再来纠缠 我的女儿了 妈 你怎么这样 这不是小倩的意思吧 我代表我女儿过来 表这个态 是小倩让我拿过来的 我相信 小倩绝对不会这样 小倩是爱我的 我真的很难心 她是一个孕妇 突然接到要离婚 您知道她 您考虑过她的感受吗 您知道她要的幸福是什么吗 第一 小倩是我女儿 我太知道该如何让我女儿幸福 不劳你操心 第二 这孩子我们坚决不生 先拿掉孩子 之后我们再离婚 您知道拿掉孩子在离婚对小倩影响有多大吗 我比你更清楚 你就是毁掉她的幸福 好 这问题我们不讨论了 你签字吧 我不想跟你多说了 我不相信 除非小倩亲口对我说 好了 我们现在不争 我们现场还有这个情感观察员 我们来听听大家 能不能缓解他们之间的矛盾 运气能应当回娘家是最好的 因为你没有时间照顾的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说实在在的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妻子 什么尊严不尊严的 你为了你的爱人 你去忍受一起能怎么样 你干嘛那么追求你的自尊心的 你的尊严啊 但是你想一想 我们刚结婚就跑到岳母家去 这怎么像个人样 所以你想一想 你的脚子也不行啊 你买了三间房子放了呢 你喜欢就不回家了不是吗 但是这只是个很转战性的 我现在已经在外面努力工作了 我们不久将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那你现在就跟你妈妈说 你说这样吧 我同意现在把我的妻子鞋 你把你妻子鞋放到那儿 而且你呢也常回家看一看 不就可以 那么解决就困难了吗 你说就从你现在这个小眉头锁上 勾勾子的腰 谁能喜欢你 因为你丈母娘看不上你 我也看不上你 我身边有很多这个大男人啊 这个老婆一旦怀孕之后 都变成小男人了 一旦说这个老婆的肚子鼓起来了 她说一切都都以老婆为主了 老婆怎么高兴 咱们就怎么来 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健康着想 其实我觉得在目前这个状态下 我觉得男人的尊严应该先放一放 如果你不能够给他更好的生活上的照顾 那就让你的岳父和岳父来更好的照顾他 因为在孩子即将出生的这几个月 我觉得男人稍稍的放弃一点尊严和面子 没有问题 可能我之前在外面忙工作 没有考虑到这些吧 毕竟夫妻是他们两个人 那这个离婚解义到底是您的意思 还是您女儿的意思 我们也不得而知 那么下面就把您女儿刘倩也请到线上 好不好 我们下面就有请小倩 小倩你好 你好 老婆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我担心死你 你知道吗 你都怀孕了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说老婆而且怀孕了 我能不担心你吗 她在我家好子了 其实我今天来这里 真的是想把游戏画 应该当你的变方形成 我们离婚吧 小倩 你知道你说的说什么吗 这段时间我想了很久 张扬 我们离婚吧 离婚 刘倩果真要离婚 这样残酷的决定 显然让张扬无法接受 那么离婚究竟是妻子的意识计划 还是深思熟悦之后的决定 那么 是什么跟这个生活六甲的新婚妻子 甘愿放弃这段努力争取的感情 和即将出世的婴孩 也要结束这段婚姻呢 面对态度坚决的小倩 张扬又该如何挽回自己的婚姻呢 我们相爱 相亲相爱 为什么就非要闹到离婚呢 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听妈妈的话 我当时给你嫁给你的时候 我对你也不了解 我对你们家庭不了解 我们就稀里糊涂结了婚 可是现在呢 你看我录着什么样的结果 小倩 我请你相信 我是爱你的 而且我一定能够给你幸福 你给我幸福 你给我什么幸福呀 你天晚上出去出差 一出差十几天 你把我一个人 撂在那个金楠楠的家里边 我还面对你那个厉害的后妈 你给了我什么幸福 这样的日子 我怎么过得下去啊 我承认 这段时间我出差 真的没有过多地考虑到你的感受 但是我为了谁 还不是为了你 你能理解一下我吗 之前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 你是怎么对我的 你还记得吗 你每天给我送花 每天给我送早餐 每天给我打一个电话 可是现在呢 你看你出差那段时间 我三天没一个电话 我一天打电话 你就说你在忙 你在应酬 你到底忙些什么 我搞不清楚 你对我真的变了 是不是我嫁到你家里去了 我怀了你的孩子 你就可以不在乎我了 小倩 我对你的心从来没变过 我知道 可能是因为最近出差 所以对你的照顾 没有像以前那样 对你打电话 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平凡 但是你一直在我心里 是最重要的人 你知道吗 你是完全是在狡辩 你工作是会工作 可是关心家庭 你也是应该做到的 我真的过不下去 我真的想跟你离婚 倩倩你能不能不这样 我真的是爱你的 你相信我好吗 等忙完这种事情 我肯定天天在家里可以 你还不明白吗 我不是要你的工作 我要你照顾我 我要你的爱呀 婚前婚后的巨栏落差 让初为人气的小倩 对婚姻失望至极 为了张扬的百般解释 小倩依旧不依不饶 这段80号闪婚夫妻 面临分手的殃局 这样的结果 就算是小倩太过交换任性 不能理解丈夫的信号 还是不够成熟的年轻丈夫 没有把握好双眼交的位置 被动走到了 婚姻危机的风口浪尖 年轻夫妻将如此度过 这种婚姻危机呢 我承认因为一些原因 我对你有些小 一些疏忽 小倩 请你原谅我好吗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意识到 你有这些问题了 我不想说什么 可能那些问题我也没注意到 但是我以后一定会注意这些细节 好好地去关心你 相信我好吗 那你怎么不想想 我一个人在家里面 那个厉害的后妈 你不知道那个梅姨 对我做了有多过分的事情 你可能误会梅姨了 你到现在还在维护她 你知不知道你那个梅姨啊 天天跟我作对呀 你让她让我受了多大的苦 你明不明白 你还不相信我的话呀 梅姨她真的不是这样的人 她对我很好 对我们这个家也很好啊 你怀孕了 她不是买了很多营养品给你吃吗 你到现在 你还处处维护你那个梅姨 这个家我真的再也待不下去了 你待不下去的原因是什么 我当时和张阳 也是交往了一段时间 我才知道她有这么一个后妈的 我当时就很不理解 她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为什么嫁给一个比自己大 这么多的男人 我很不喜欢她 说实话 可是 她也不喜欢我吧 作为晚辈 没有必要去对她们指手骂脚 对不对 其实我本身也很想尊重婆婆的 毕竟她也是我的长辈 但是我处处让着她 可是她处处跟我作对 比如说 比如说 你看家里就有一个卫生间 她一天到晚在卫生间里待 一待就半个小时 她明明知道我想唱歌 她就故意一待待半个小时 我们一早上一家四个我都在走过身间 还有啊 我怀孕了 我需要休息 她带着什么乱七八糟的孩子出来闹我 她说我是看不下去她的做法 我相信梅姨不是这种人 可能是之前有一些误会 有一些话没有说清楚吧 这种夫妻矛盾